司令,我们回来了 怎么样,有什么发现吗 咱们被骗了,那个太君根本就没病,直接回了老巢 我就说不该放了他 呵呵,果然在我意料之内 什么,司令早就已经想到了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不长脑袋 你聪明,你想到了吗 所以这不是要多向司令学习学习 下次有任务,直接派给我 有这一份进取心,很难得 继续保持吧 那咱们要发动进攻吗 没错,既然已经知道地方老巢了 这次直接打他个措手不及 太酷了 赶紧把前列八路军的任务完成 快走赌路由上 遵命天皇大人,保证完成任务 这么容易,就把天皇骗过去了 我可真是个大聪明 现在也知道,八路军的基地在哪了 这重赏,不说来就来吗 赶紧集结大兵们,向八路军发动总攻 都给我起来,别睡了 再干完最后一票,带你们回家 真的假的 绝对保真,都给我马上滚起来 立刻把休息和巡逻的所有士兵都集结起来 同志他们即刻发起总攻 这个任务让我来 来个屁啊,还不赶紧去叫叔叔们 聪明,你们两个分头行动吧 我去叫正在休息的叔叔们 那我去找巡逻的和战少的 先来看冯叔一眼吧 护士姐姐,冯叔怎么样了? 镜石还是不太好 冯叔,你怎么醒了? 是啊,威亚,在部队里待得还好吗? 好,我很好,不要跟变号说太多话了 没事的,我还能再说几句 想不想早日康复了 那我就先走了 有空再来看您 叔叔们起床了 司令通知即刻发动总攻 这个屋子的去巡逻了 叔叔们要打鬼子了 兄弟们 这将会是一场生死之战 你们做好必死的准备了吗? 很好就是这个其实 八路军必胜 所有人应该都集齐了 真是令人期待啊 司令就让我跟着八路军叔叔们 一起上阵冲锋杀敌吧 不行,你和小华还有特殊任务 什么特殊任务 比冲锋杀敌还重要吗? 那当然了,没有你们两个不行 快跟我说吧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嘿嘿 我知道不告诉你 都啥时候了 你是不是想砍死我? 对不起激动了 快说是什么? 我们两个偷偷去烧了敌方阵营 只许成功也许失败 怎么回事 就来了这么点人 我告诉他君 你打人太费了 他们一共就收了这么多人 你他娘的在跟我开玩笑吗? 八路军太厉害 还怪我头上了 不该不该 这剩的还不一定有八路军的人多 要是想回家的 就拿出你们的干劲 不然全都得撂在撤 还有点样子 我到前面看看八路军们 有什么行动没? 你们老老实实的 原地待命 听到了没有? 侦察兵跟我走 八路军的基地就在不远处 来把这个东西给你 这是什么东西? 杀鬼放火必备力气 快点拿去吧 谢谢司令 如此信任我 记住 只许成功 也许失败 安全第一 知道了司令 哼 嘚瑟什么 我早就拿到了 咱们两个可是身兼重任啊 跟我们说说 鬼子的老巢 在哪个地方吧 好的 司令 大概就在这个前方偏右点 用望远镜 能够看到些 竟然离得这么近 的确不是很远 事不宜迟 咱们从后方报抄 这么做就干嘛呢 太军说了 让我们在这原地待命 自己规规随随随地 全场把武军击地去了 他是不是脑子有病 估计是有点 很大一点 晚 先睡了 在这里 也看不清八路军那边的情况呀 我记着 就是从那边回来的 还有个什么隐藏没入口 这连个鸡毛也瞅不见 是不是因为我站得太远了 看来 我还得再靠近一点点 怎么连个巡逻的都没有 这也太放松警惕了吧 他们还真敢信 我是失忆了 不过 我好像真的是短暂性 断片了一会儿 但现在 我已经都想起来了 就没有你们活路的机会了 只能说是天助我也 事宜自此 就别怪我 用阴险的狠招了 趁你们调整休息的时候 偷偷地潜入你们屋里 把你们都饿杀在梦的摇篮里 还真是一个人都没有 这是不把我老师太君 放在眼里呀 不过也好 不然也不会有这么难得的机会 让我知道了你们的基地 又回到了这里 兄弟们 前面就是鬼子的老超了 上去把里面的鬼子 全都杀戮带尽 什么声音 妈妈的 我的老超呀 这是谁干的好事 难不成 又出来个假太君 那也不对劲啊 怎么能炸自己家老巢呢 这分明是没把我这个太君 放在眼里 小华 咱们也该上了 让鬼子毁了咱们的村庄 终于到了报仇的时候了 是啊 就让我们以其人之道 还制其人之身吧 我也来 你别自己烧完了 虽然总觉得杀人放火不太好 但是好过瘾 因为他们是小鬼子 所以完全不用有责备心 尽情的烧吧 对哦 谁让小鬼子无恶不赦罪大恶极 要是在平常生活中 可不能轻易模仿哦 放火犯法 赶紧把这个老巢全都点着完 咱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我递个乖乖 一眼没看见我的老巢 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可爱的大兵们都跑哪去了 马德发科 这是谁搞的 内讧还是巴鲁军 我要怎么跟天皇大人交代 什么仇 什么愿 把我的老巢搞成这样 看来回去是回不去了 我哥这不跑 还等什么呢 回头再找你们算账 这次的战役真是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司令 你看我和小华的任务完成得不错吧 这次战争的胜利 有我们的功劳哦 回头给我封个大将军当当 呵呵 回头给你们两个发两朵大红花 我们把鬼子的老巢搞成了这个样子 他们应该不会再回头来欺负咱们了吧 看这火哨的 就跟我那回不去的家乡一样 这个地方他们肯定是不会再回来 不过中华领土可不止这一点点 我们需要捍卫的还有很多很多 再接再厉吧 他奶奶低个腿 把我的老巢毁成这个样 我一定与你们不共戴天 看来除了日本人啊 呸 看来除了八路军 没人会做出这种拆我老巢 还杀我可爱的大兵的恶劣行为了 放心吧 我一定会回来替你们报仇的 事已至此 我只能去天皇大人那边 投靠他了 那边有我精心准备的逃生船 仅供一人使用 可是去了天皇那边 该怎么向他交代呢 是不是又该让我切腹自尽了 这怎么能怪我呢 要怪也只能怪八路军 太勇猛无敌了 一个人能打我们十个鬼子 到地方了 就这么会报 还有最后一点任务 就可打到回府了 是什么 来你先把这个拿走 哇塞 我知道这个是炸药包 拿着这个去把他们的建筑全都炸毁 阿威 我不敢 把我英俊的脸庞炸毁了怎么办 所以都交给你吧 那行吧 你个耸包 注意安全 别炸到自己了 收到长官 这不就毫无压力了吗 鬼子已经死得死伤的伤了 就让我尽情的炸一波吧 当初他们也是这么炸毁我的房子的吧 这样也算是彻底报仇了 小华 你不是不敢过来吗 我生平最恨别人骂我耸包了 真不错 差不多了 咱们走吧 我一定要证明给你看 我不是耸包 哇 你好牛啊 看来你还是要多鼓励才行 赶紧跑 赶紧跑 至于吗 哎 当我没说 司令 炸成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吧 做得不错 这回头当咱们的新家 这些逝去的将士是伟大的世光荣的 愿他们的肉身能在此处得到安息 灵魂能够回到家乡 现在咱们就开始挖土 把它们埋起来吧 小华 快先别哭了 咱们也一起挖土 给我们的革命烈士们安葬 行 这次就先听你的 咱们要化悲愤为力量 回头杀更多的小鬼子 为叔叔们报仇 让躺在这里无法回家的他们 得以安生 放心吧 我一定会做到的 让咱们这些还能战斗的人 为已经逝去的烈士们 送上最后的祈祷吧 愿来是再无战争 愿来是再无战争 叔叔们 一路走好 真是太伤感了 好了 咱们回去吧 可算回来喽 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冯叔 你们怎么又来了 冯叔怎么样 今天意外还挺好 是谁来看我了 是我呀 我是阿威呀 还有我 还有我 看到你们两个总觉得伤瞬间好一半了 哇塞 这么神奇的吗 看来是我小华自带魔力 你们两个少说两句啊 伤化还需要好好休息 我觉得我没什么大碍了呀 你说了不算 对了 我过来是要告诉你个好消息 这里的鬼子被我们打跑了 嗨嗨 真的假的 有我们很大的功劳 看来我休养这段时间 你们有很大的出息啊 哎 你悠着点 我觉得我现在都能下床走了两步 你老慢点啊 能不能行 注意安全啊 冯叔 嗨嗨 我的老妖 你可别吓我吗 没事的 问题不大 都说了 让你悠着点 看你对色的 这下高兴了吧 行了 你们两个小孩赶紧出去吧 我再给他检查检查 我没事 这么大的好消息 啊哈哈 让我高兴会 嗨嗨 冯叔 你还是听护士姐姐的话吧 我和小华就不打扰你了 就是啊 你好好休息 我们出去玩咯 叔叔们都累得睡着了 这真是一场辛苦的大战呀 小华 你跑出来玩啥了 不知道啊 一打完小鬼子 都不知道干点什么了 哎 是啊 咱们的村子已经不复存在了 也不知道哪些玩伴还活着 你放屁 肯定都活得好好的 那也不会有咱们这么幸运了 前面就是天皇大人所在的军营了 幸好我还记得点路 不然这么隐蔽的海岛 谁也找不到 别TM的废话 我可是老师太军 来找天皇大人的 谁这么大胆 你先不快就帮我进了 是我啊 天皇 大大大大事 不好了 我那边的老巢被八路军给端了 就我自己 当时大兵们好像都在集合睡觉 我可没让他们睡 然后 然后他们就都无了 叫什么 好像是 不会吧 难道我被人跟踪了 这么说的话 我那边的老巢被端 也是被跟踪了 八路军为什么能这么聪明 难不成是他们基因优秀 看来都是天生的 我也没办法 我绝对没有那个想法 我对您绝对是忠诚的 吃死的 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 看来这个地方也已经不安全了 没有个费物吃死的 看来这个地方已经不安全了 原来鬼子的大本营在这个地方 我要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司令 兄弟们 接到通知 已经发现鬼子大本营 这真是个好消息 现在要求我们所有空中战力进行轰炸 酷 完成这次轰炸 估计能全灭鬼子士气 小华 咱们要赢了 以到达敌军上方 是否执行轰炸 立即执行 知道 轰炸以执行版 必检测基本存活率为零 首先我要庆祝这次战役的全面胜利 酷 终于不会有这么多伤患了 他好像在说我 希望我就是最后一个伤患吧 哈哈 这么说已经世界和平了吗 那还有点太早 不过我们这里会和平段时间了 真好 那我就可以天天玩了呗 不 你还要上学 我还是更喜欢打仗 呵呵 先找个地方落脚吧 这个村庄就非常不错啊 终于不用再住山洞了 你们谁去前面找个人问问 当然是我啦 这个屋子和之前我家的屋子好像 对了 我要怎么问 就直接说我们是八路军 刚打完仗回头落个角 哇塞 八路军好光荣啊 毕竟咱们是为人民服务的 说不定这个村子里也有当八路军的同僚 行 我这就去找人说说 前面有人哀 你好 我们是八路军 路过此地 能借住两天吗 哦 我儿子也是当兵了 都是一家人随便住 嗯 这么多房子随便住吗 那当然了 村子里有的人去当兵了 有的人处去某省路 有的人移境 所以都没有看到什么人 你们部队来了多少人 赶紧都过来吧 真是太谢谢您了 小华走 咱们去转告司令 这么快就回来了呀 这个村子没什么人 只见到一个老农 说咱们是一家人随便住 说得太对了 The next morning 握曹小华 你哥这吓人呢 看你懒得 司令他们都在为农民做事呢 是这样吗 你自己看看 那怎么能少得了我呢 司令 我也来帮忙了 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我在帮农民除地啊 哇塞好棒 以前我家也有很多地的 我也来帮您 工具在屋子里 没问题 我自己去拿 冯叔还在睡觉呢 嗯 谁来了 啊 是不是打扰到您休息了 怎么会 我的伤好得差不多了 我就是来屋里拿个锄套 冯叔还是多休息休息 不要剧烈运动了 这么好的天 我也想出去转转 护士姐姐同意了吗 冯叔 你就老实养伤吧 有什么活交给我们就行 拿着了就开干吧 看谁干的多 干的好啊 切 谁家还没两块地了 老伯给你 你们都真是怪孩子呀 这样你们更低我重 一年不得丰奏无流伯 哈哈 老伯你可真逗 这样的生活真是好惬意啊 对没错 你怎么不听医生话呢 你们看我现在能唱能跳能按横 身体背而棒 精神好啊 您可别唱能了 小心闪刀老妖啊 就这样我们过上了一段安心惬意的生活 虽然说不知能维持多久